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家里有猴头菇的话 下次可以试着这样做 简直比肉还香还好吃 今天我们来分享辣子猴头菇 我提前两个小时泡了猴头菇 干货大概35克左右 猴头菇底部如果有这样的黑点 记得把它剪掉 锅中少点开水 我们把猴头菇先焯烫一下 煮个七八分钟 捞出锅一下凉水备用 趁着时间准备配菜 三根青椒去纸切小块 再备点花椒和干辣椒段 猴头菇放凉以后 我们把它撕成小块 大小大概跟拇指头大小就差不多了 全部撕好以后 我们抓起挤一挤水分 放入碗中把猴头菇打散 再往里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 搅拌均匀 把每一个猴头菇都裹满淀粉 拼你锅多烧一点油 把猴头菇放进来炸一炸 不想粘连的话就一颗一颗的放 把猴头菇煎到表面有一点微焦金黄 就可以夹出放入碗中备用 趁油还热 把辣椒也放入锅中 过一下油 过个七八秒就可以 放入碗中备用锅中留点油 先放花椒粒用小火煸香 然后再放辣椒段一起煸出香味 放入猴头菇辣椒还有脆的花生米 稍微翻炒一下 炒均匀 放一小勺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小勺松鲜鲜 再来一点芝麻香油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道超香超美味的 纯素辣子猴头菇就完成了 猴头菇外表酥脆 香辣又入味 辣椒也香脆入味 炒下饭 家里请客的话 一定要做做这道菜